所以我充满期待 感觉像什么秘密交易一样 哇 天呐 还有三天 还有三天 Shirt Hombino的员工们 不是有意为难你们的 我的身体被抛工了 今天真的有用啊 我现在想回家睡觉 现在跟我们来的时候 完全是两个状态 地铁怎么还不来 我们现在从TIS出发去 买材料 今天天气特别好 今天我愿意过来过春天 我们已经瞬间移动到Times Square 天真好丑 我没有去过Move Fabric 所以我充满期待 对 这一块身头的Fashion District 就是又到时候到那条街上 你会看到全部都是卖布料的 我一直以为Fashion District 是Soft Top 做后是花钱 District 这边是做衣服的那些材料 然后这边都是装饰的 就像这样的 Move Fabric 就是买布料的地方 就类似于广州的那个海印布料城 广州海印布料城 就是广州的Fashion District Move Fabric Move Fabric 这家是他们的展示店 卖的是一些比较贵的Designer Fabric 前面才是他们真正的店 我第一次来春找了好酒 还要上去 变质上三楼 感觉像什么秘密交易 天呐 还有灯 超大 Buttons 你不是要找Buttons吗 原来他有自己专属的狗屁 我才知道 这是Move的家 本家的狗狗 又是 你是内心已经有想法要买什么 还是你是来找 有一些是有想法 有一些是要看 我肩上要做一块肩垫 然后我的那个Motor 就有水泡 会放在肩上 然后我用那种Code 就扣在一边 好 注意看那个 我想用它比较酷酷的布料 这些是真皮吗 我不知道 应该是的 我不想不知道 哇 这个有毛 肯定很贵 看一下价钱 20 25 square 195 高 我居然在这里真的找到了inspiration 松脊袋 并没有想要买东西 结果我来这里发现了这个 我发现这个可以用在我的pieces 神奇的地方 这里有move fabric自己的t-shirt 在这里 我觉得学fashion的人 来到这里应该就跟到了天土 我们现在在23街下车 然后走过去home depo 然后这个地铁站一下车 就是这种地标 有点像广州的那个河群大厦 我们今天关广州的reference home depo hello 到了 不知不觉 我跟home depo料都那么熟了 我真是心疼我自己 刚刚问遍了整个home depo 没有找到我想要的timing belt 然后我刚刚问了大概三四个员工 他们都非常的疑惑 我到底要找什么 然后后来找了张图给他们看 然后他们又找到了另一个人 然后另一个人又找到了另一个人 然后另外一个人又找到了另外一个人 我一直问了大概有七八个人吧 最后还是没有找到我想要的东西 啊没有找到吗 没有找到 他们不是说有吗 对 之前那个还很信心满满的跟我说 啊你不早说嘛 就这个东西 我还以为他找到了 这些先用着吧 各种啊 我还找到一个这样的块 我刚刚看到有两排都是那个plumbing supply 就搞水管的 然后我看到那个东西突然有个想法 不过我那个流眼泪的那个东西吹一个是个水龙头 然后就开始疯狂的流 然后我一打开那个水龙头就开始流泪 刚刚那个人他还问我 他真的把我问住了 他说你要这个是来干嘛呀 这是一个我们日常面对的尴尬的问题 真的 所以我每次出去买东西 他都要问我你要干什么 他刚刚还问你要坐bicycle吗 他说 对他问我要坐bicycle 然后你就只能迟疑的说 嗯 嗯 然后他就愣住 他就一直追问我 我就说 嗯 for linear accuracy 然后那个人跟我说 一脸 like a scientist 他一脸的懵逼 我真的不是有意为难他的 Home Depot的员工们 哎不过我真的觉得逛这种店会得到很多灵感 我现在想是在身上装一个水龙头 我好累啊 我今天在起床 我又玩了 我现在想回家睡觉 我就逛了去Home Depot了 身体被抗风了 Home Depot就是这么的 exhausting 你知道为什么 你就走的那些都是你 所以就 就会光你的那个 魅力 魅力 对 但是刚才木头就光的我也很累 对 这些店就是你认真逛起来就会很累 对 你就会看你都想要摸摸它 然后思考 你要自我用吗 我用吗 我用啊 然后要买哪个颜色 我在Home Depot就是对比那些东西的size 要对比很久 因为它每个part都会有大概10种不同的size 现在跟我们来的时候完全是两个状态 地铁怎么还不来 又是这个熟悉的地方 今天是来买箱的大包 衣服是在做包装 这些是正经的在MyHome Depot的Home Goods 然后离我们的搬家又进了一步 哇 是这小编 这是我想养的狗 这是另外一个Home Depot 上次我们做Thesis买那间是曼哈顿的 这家是 Brooklyn 这家都大很大 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今天我们不需要一个人 不需要互拍 每次跟我们两个ITP girl 出来玩都是逛Home Depot 这是我Nime的那一片木头 我做现在扇子的乐器的那个木头 这个其实不是木头 就是塑料做的 它仿的像木头一样 难怪是木头一样 有些人会拿这个来做家里的那种Fence 这个是比较便宜一点的 就是那个木头贵贱 就一摸便知 然后看它的成色啊 然后重量什么的 就能知道这个木头值钱还是不值钱 木头还有一种叫Plywood Plywood就是这种几种木头鬼在一起的 它不是真正的 它不是Organic的木头 它是后期掉木过的 我觉得它确实也是不够好看的 还有一种木头 叫做MDF版 它就是把木屑把它撵得很脆 然后再压成板 然后它们也特别特别的结实 不容易变形吧 但它已经不是木头了 它已经是木头的尸体了 这不容易看的 你可以看它叫木头 一般如果你要用它来做一些project的话 你可能后期给它刷个颜色啊 刷个油啊 曝光一下 对啊 我们是来干嘛的 在这儿 哎 我对吧 这个 有点可死 你要从这里出来 哦 你要从这里出来 天哪 这个衣服太不错了 不停 势必礼服了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试 我也可以试 让我试试看 No It's okay It's kind of ugly 就想费 特别显露 要怎么样插着高跟鞋 这一遍还有多少天 到50天 太大了 哦 这个是前面 应该有这个 线的是前面 真的搞笑 真的 真的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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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 走了走了 去买博